好 儿子结婚了 不过儿子娶的居然是妈妈的好朋友 现在让这个妈妈气炸了 这姐亲男子呢 他爱上呢 大他11岁的王姓女子 两个人去年底结婚 好 这位王姓女子就是呢 姐亲男子妈妈的姐妹涛 妈妈呢觉得两个人根本不是真爱嘛 没有办法接受 原本自己姐妹涛 居然变成自己的媳妇了 好 双方呢 现在把楼梯间变成战场 互骂互呛 而且呢 王姓女子呢怒告 简家呢 两老公然侮辱 法院也判决 分别居于30天80天 来缓行两年 我不祝福他们 我这两年被他磨得 快要死掉了 还要祝福他们 说什么都不能接受 老泪纵横 哭到眼睛张不开 60多岁老母亲 拿着自己写给媳妇 王姓女子的信 情绪激动 就是不能接受 儿子和自己的姐妹涛在一起 我不是反对姐弟恋 我在重生一致 只是他没有真爱 那跟他在一起 就是要 就跟我们开始走法院 判决书指出 儿子的妈妈骂 王姓女子不要脸 老女人 还对儿子说 大家睡的女人 你也要睡 肮脏鬼 王姓女子告 简家两老公然侮辱 跟伤害罪 简母被判拘役80天 简父30天 都缓刑两年 法官也在判决书上写 简家父母应该要享受天伦之乐 却面对儿子不断提告 情理上 王姓女子是媳妇 一家人却不断在法庭 剑拔奴章 情何以堪 连法官跟检察官都看不下去 母亲不能接受判决 结果保护老婆的儿子 也没出面 之前公布的监视器 看得出两人感情融洽 一前一后下楼梯 但这已经不是双方第一次 因为家务事闹上法院 两家本来感情深厚 却不断互告 伤了和气也伤了感情 中文新闻曲 志明陈曼威 台北采访报道 中文新闻 中文新闻